今天上午淡水区长乌宗仁亲自掏腰包认购了大批的高丽菜 区长表示为了要响应帮助农民的活动 向南部的菜农购买了16箱 共320斤的高丽菜 也在今天的上午运到区公所 而区长也将这些高丽菜分送给同仁 还有只要到现场洽工的民众也都可以拿到一颗高丽菜 民众直呼不只是帮助菜农 回家还可以晚餐夹菜 最近南部高丽菜青花菜生产过剩 造成价格暴跌 各界都开始抢救菜农大作战 而今天上午淡水区长乌宗仁自掏腰包认购了大批的高丽菜 区长表示为了响应帮助农民的活动 向南部菜农购买了16箱 共320公斤的高丽菜 在今天上午运送到区公所 而区长也将这些高丽菜分送给公所同仁 那我们为了协助高丽菜的菜农 它能够有更好的收入 我个人认购了320公斤的高丽菜 送给我们公所所有的同仁 还有洽工的民众 要面可以感受到我们菜农 他们辛苦耕作的成果 而且当季的这个高丽菜 特别甜美好吃 那让大家来品尝 那我们希望说用新台币让高丽菜下架 让我们高丽菜农他的辛苦 能够获得相当的一个报酬 那区长表示为了要帮助菜农 个人认购了这些高丽菜 一方面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农民的辛苦 跟做成果 而且目前高丽菜是产季 吃当季的蔬菜是最新鲜的时刻 而这一次区长不只是分送给公所员工 只要是在现场公所洽工的民众 也都可以拿到一颗高丽菜 民众直呼 这个不只是可以帮助菜农 还可以回家喂晚餐家菜 我觉得今天这个送高丽菜的活动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高丽菜是一个很有营养的食物 然后它可以抗癌 然后今天晚上回去的话 我们可能会吃羊肉炉 对煮火锅煮羊肉炉 因为帮助农民啊 那大家都很开心啊 还自己有时候吃 有时候带好 想一下考虑一下啊 可能是煮个火锅啊 或者什么 对对对 今天天气比较凉 有收获啊 有收获啊 那你觉得这个任购活动怎么样 也不错啊 对 帮这个菜农 跟那个 农民啊 农民 那你回去要怎么处理这颗高丽菜 慢慢吃啊 不少拿到高丽菜的名字 民众都说今天刚好气候转冷可以煮火锅 而高丽菜是火锅料当中相当重要的蔬菜 区长表示希望用新台币让高丽菜下架 让高丽菜农他们的辛苦可以获得回报 区长也鼓励民众可以多多认购高丽菜 不只是吃当季的蔬菜最新鲜 也可以帮助菜农止血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访报道